谭医师你好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就是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疑难杂症 疑难绝症 一般呢就是医学上中医来说呢 有疑难杂症 但是这个什么叫疑难杂症呢 我们呢看点是疑难绝症 疑就是不知道原因的病 叫疑 疑怪的疑 现在呢西方医学也好 很多疾病呢都是没办法证断的 没办法证断的呢叫疑 疑怪的 这么疑怪这个病是疑症 还有一个难 难就是知道这个原因 知道这个病状 但是没办法治 这叫难症 目前呢西方也好 中医也好 民间疗法也好 替代疗法也好 这个难症太多了 譬如这个西方这个 免疫系统 自体免疫系统 凡是自体免疫系统呢都是难症 为什么这个难症他们治不好呢 然后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因为呢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他们还不懂这个科学 因为他们呢都没有配合这个神经系统 所以呢就产生这个难症 那么这个奇症又怎么样呢 证断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单要扣这个仪器 去看什么病 又说我们过分依赖这个仪器 现代科技 那么神经系统 这个现在科学呢是检查不出来的 譬如一个人食草 食草出了问题了 他可以放一个镜头进去camera 里面去看这个食草 食草呢有14英春肠 他看的是肿瘤不是看的这个神经系统 那么神经系统在外面 大肠检查也是一样 他用这个大肠检查是看的是肿瘤和这个溃疡 或者是那个虚育 所以呢他们呢也没办法看到这个神经系统 所以呢这个是目前西方的绝对 就是他们很多知识他们不用 这个男生还有一个呢 现在医学呢过分依赖这个药物 你说人就什么什么呢都是药物和手术 那么人体有两个功能 一个生物电功能 一个生化功能 目前西方医学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写生化的 生化博士好几百万 那生物电博士呢你没听过 就是说他对人体的认识少了一半 就是他他只是认识人体的生化功能 他们对生物电功能一无所知 所以呢就引起了这个奇症和难症 还有一个绝症 就是说没了 譬如今天我们刚刚有一个 从刘舟洗过来的病人 得了这个郑东霖的病 英文叫ALS 在美国叫Luggeric disease 这是绝症 就是说他不会吃好 今天他从刘舟洗过来了 那么呢我们就说 到底你这个郑东人是什么毛病 我们的观点是神经系统出现问题了 这是第七和十一老神经出问题了 所以呢他们呢对这个生理解剖和这个技术和这个重点不在科学 所以呢就产生了疑难绝症 我们是科学 我们有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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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